你好,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稀缺》,它将带你了解为何稀缺的思维会让我们深陷困境。 这本书的创作来自两位学者,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拉纳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专家埃尔德尔沙菲尔。 他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得出了一个观点,贫困往往会越滚越大,而富有的人似乎总是能变得更富。 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富人有更多资源可以投资,更多教育机会可以给予下一代,他们拥有更广阔的社交平台和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 简而言之,种种外在的条件使得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但是,这两位作者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思路,他们认为,那些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的人,即便是给予他们一笔钱, 他们的处理方式也可能会导致他们最终一无所有,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穷不仅仅是指没有钱,它也可以指没有时间、知识、技能,甚至是缺乏健康的人际关系。 任何感觉缺少的状态都可以称为贫穷。 作者的研究发现,长期的贫穷会让人形成一种名为稀缺的心理状态,而这个状态才是导致人们陷入更深贫困的根本原因。 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摆脱贫穷的人来说,理解稀缺心理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什么是稀缺呢?它有哪些危害呢? 下面我们就从稀缺的构成,稀缺的危害和预防稀缺产生的方法这三个方面来聊聊这本书。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稀缺吧。 这里的稀缺并不是物质层面的缺乏,而是指一种心理状态,就比如说一项工作的截止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你会感觉到一种紧迫感。 就像当你必须在每周五完成某项任务,但到了周四你还没做完,这时你就会开始急匆匆地投入工作, 把其他所有事情都放到一边,因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手头的工作,你的所有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当前任务上,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稀缺的状态。 看着,你可能会觉得稀缺状态还挺不错,因为它似乎可以让我们更有动力完成工作。 实际上,它的确有这样的积极面,能为我们带来专注的利益。 这种专注的利益,就是我们能在短时间内高度集中注意力,以更高效的方式工作。 在这种专注的帮助下,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的资源。 比如说,任务的截止时间临近时,你就会感到一种持续的紧迫感,往往能在最后的关头把工作一股脑完成。 或者,是不是发现当盒子里只剩下最后几块巧克力时,你才会觉得它们特别好吃,或者在假期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会更加珍惜剩下的时间。 这些都是稀缺带给我们的专注红利。 但话说回来,虽然短期内看起来有好处,长期处于稀缺心态中,可不是件好事,它可能会把我们推向穷困潦倒的境地,让我们困在一个缺乏的恶性循环里。 要想清楚这一连串的不良后果,我们得看看稀缺究竟会带来哪些效应。 通常来说,稀缺会产生四种效应。 第一种叫做管窥效应,就好比你通过一根细长的管子去观察世界,你的视野会被限制在管子的范围之内,看不到管子外的一切。 当我们面对稀缺时,我们往往会集中注意力到眼前急需处理的事情上,很容易就忽略了其他更关键的事情, 比如那些本可以帮你走出贫困的重要事项。 比如,美国的消防员在紧急情况下都要在60秒内赶到消防车,迅速出发。 你可能会想,消防员应该都是在执行任务时牺牲的。 然而事实是,大部分殉职的消防员其实是在赶往火场的路上出事的,许多是因为发生了车祸,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系好安全带。 这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因为消防员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为何会在这么基础的安全措施上出错呢? 这正是管盔效应在起作用。 当他们接到紧急任务时,他们就会立即投入到救援中去,忙着制定策略,研究火场情况,顾忌需要的资源。 在这种压力下,一些平时看似理所当然的安全措施就可能被忽视了。 这种效应改变了我们的决策方式,导致我们可能会暂时忽略掉一些长期需要关注的重要事情。 比如健康。 你或许平时习惯了晨跑,但如果最近工作太忙,你可能就会觉得跑步可以先放一放,工作更重要,跑不了一两天也没关系。 但实际上,长远来看,投资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尽管在稀缺状态下,可能你会做出一些损害长期利益的决策。 还有一个有趣的实验,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测试,想一想,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什么是白色的? 你可能会想出很多东西,但可能不会超过十种。 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降低这个实验的难度,就是去掉我前面说的那个条件。 我直接就问你,什么东西是白色的? 那你可能就会想到,月光是白的,浪花是白的,象牙也是白的,等等等等。 但如果我一开始就限定了,除了牛奶之外,这个条件可能就会限制你的思考。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限制,你可能会想到,月光,浪花,象牙等等白色的东西。 这正是心理学中所说的抑制作用。 当我们对某件事太过专注时,就可能会无视其他所有的东西。 这就像生某人的气,你可能会因为怒气而看不到对方的好。 由此可见,稀缺造成的管窥效应,让我们只能看到面前狭小的范围内的紧急事物。 而对管子外面的更重要的事情视而不见,你可能就会一直困在一个紧急的状态中。 好,再来说第二点危害,稀缺还会导致借用。 就是一个人习惯性地透支未来的资源。 以信用卡为例,你如果用过,应该知道一次刷爆后,钱包里现金就变得紧张。 你每个月的薪水刚刚到手,没过多久就得拿去还债,这样就一直陷在手头紧的循环里。 如果这时候突然需要一笔钱,比如好友结婚要包个大红包,那这个月会更难熬,因为信用卡逾期的利息是很吓人的。 更别提高利贷了,经常看到穷人去借高利贷,结果一旦借钱,就和破产挂钩了。 你可能会问,他们难道不知道高利息会让他们的经济状况更糟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与目前的紧急需求相比,那些都是后话。 他们总觉得将来可能会有转机,这种心态就驱使他们去借用。 不仅是借钱,忙碌的人在时间管理上也常常是这样,这周没做完的活拖到下周,下周的活在拖延,就这么拖着拖着,长期处于稀缺状态。 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人忽略了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精力,提高效率等等。 最终,长期借用只会让人更加手头紧。 第三点危害,就是稀缺会导致没有余裕,就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空间。 比如,你要去旅游,有个箱子需要打包,你开始往里面放必需品,比如洗漱用品,衣物,电子产品等等。 如果箱子够大,最后你可能还有空间放一些不太需要的东西,整个过程很快了。 但如果箱子很小,你就得开始纠结,边装边想,是不是每样东西都必须带。 有时候,为了腾出空间,你甚至得把东西全拿出来,重新来过。 你可能觉得,这样子能更充分利用空间,但这个过程,耗费了你多少时间和精力呢? 贫穷之所以感到生活很累,就是因为这种权衡的思维过程太频繁了,哪怕是一块钱的花销都得纠结很久,想着用在别的地方能不能更有价值。 虽然这种思维看似有效率,实际上会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让人只关注当下,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事。 所以,有余裕在生活中变得特别宝贵,余裕就是我们剩下的未利用的时间和空间。 作者书中提到的一个故事,有家医院,一直因为手术室不够用而头疼。 医院有32间手术室,但每年的手术量超过3万次,而且还常常有突发情况的手术需要处理。 医生们最害怕这种突发状况,因为一旦出现,就会打乱所有的计划。 这让整个医院长期处于忙碌的状态,大家都得加班。 你可以想象,医生们身体能撑得住吗? 他们工作效率怎么可能保持,手术失误率自然随之升高,医院就得花大价钱来补救。 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些人可能会说,增加几间手术室不就行了吗? 但是,理论上,手术的需求永远比手术室的数量多。 后来,医院找了一位顾问,顾问一看就说了, 这简单,你们有32间手术室,把其中一间留出来,专门处理突发案例。 医院领导一听,都不肯,觉得本来就资源紧张,怎么能空这一间不用,那不是浪费吗? 但顾问坚持他们试试。 结果一试,医院的运行立刻改观了,手术接诊率上升了5%,下午3点后的手术数量减少了一半,手术失误率也大幅降低。 这就是留有余裕的好处。 实际上,医院的手术可以分为两类,计划内和计划外的。 之前计划内的手术就占满了所有手术室,突发情况一来就影响了进程,但留出一间手术室就不会影响到计划,也省下了所有额外的成本。 这有点像贫穷,风险一来,就容易使我们陷入紧张状态,像没完没了的还债一样。 但其实,任何系统都需要一点余裕才能高效运转。 就像磁带最后会留点空白,洗衣机不该装得太满,道路拥挤度超过一定比例,就必然堵车。 所以,留点余裕不是浪费资源,而是确保系统运行更有效。 就医院的情况来看,手术室的稀缺不是空间问题,而是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不够。 解决办法就是留出一间手术室,这样突发手术就不会打乱日常安排,医院也能从稀缺状态中解脱出来。 再比如说,医生如果在手术中出现失误导致了医疗事故,医院就得赔偿。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效率成本,医生们如果加班加点,那他们手术的速度就会变慢,效率也会下降。 这些都是医院不得不面对的巨额开销,大概率是高于创建于手术室所增加的成本的。 不过,你仔细想想,手术室感觉不够用的问题,并不是真的没地方了, 而是医院缺了个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解决方法就是留出一间手术室作为备用,这样意外情况来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已经安排好的手术了。 这么一来,前面提到的那些花销都能省下来,医院也能从一种应接不暇的状态恢复过来, 一切都能井然有序地运作。 这个情况其实很像那些欠了一身债的人,他们面对任何小风浪都难以应对。 比如,他们每个月挣的钱都得用来还钱一个月欠下的债,这样算下来,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任何系统稳定运行都是需要一些空间的。 就像你看过的老式磁带,磁带结尾总是要留一段空白,这是为了防止磁带因为紧绷而断裂,这样磁带就能用得更久。 再比如洗衣机,你要是把它塞得太满,它就转不动了,得留出一些空间来让它能够自由转动。 或者说,开车上路,如果车太多,道路占有率超过一定限度,那肯定就要堵车。 这是因为一旦有人突然刹车,后面的车都得跟着一起停下。 所以,留出一些空间对任何系统来说都很重要。 这不是在浪费资源,而是让整个系统能够更有效率地运转的一种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说,稀缺就是缺乏空间。 留出空间可能会让人的效率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但它带来的好处却能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 它给人一种心理上的轻松感,让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必太过拘泥,即使犯了错也没那么要紧。 这种心态对于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十分关键。 至于第四点危害,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稀缺会导致我们的带宽出现问题。 带宽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高科技,但其实它就是指我们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决策能力、执行力和抵抗诱惑的能力的总和。 从日常琐事到复杂问题,我们都在利用带宽。 可以把带宽想成是一条高速公路,公路的宽度有限,一次能通过的车辆数量也是有限的。 通常情况下,并行开七辆车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平时最多能同时关注七件事情。 如果事情数量超过了这个数,我们的带宽就会超负荷运转,公路就会变得拥堵,车速降低,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交通事故。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七件呢?不可以是八件或者更多吗? 实际上,七只是一个大体的数字,为的是说明一个道理。 你想想看,我们手机上常用的at数目是不是通常也不超过七个? 我们经常联系的朋友数量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常去的地方也是如此。 有研究表明,七大概就是我们大脑能够处理的极限,超过这个数目,就会给我们的带宽带来过重的压力。 这时,我们就会感觉精力不够用,身心俱疲。 特别是当我们处于稀缺状态时,带宽就会进一步缩小,比如我们会专注于那些紧急的事情,忽视其他的。 而陷入贫困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带宽受限。 他们常常会忽略那些看似不那么紧迫,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事情。 拿糖尿病为例,全球大约有2.85亿糖尿病患者,这个病虽然不能完全治愈,但是控制得当并不会危及生命。 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因为糖尿病而丧生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没有按时服用药物。 许多其他疾病的严重后果,也是因为病人没能按时服药。 调查显示,在这方面贫困人群的比例更高,他们更倾向于不按时服药。 再比如,农民都知道定时除草能显著增加农作物产量,但全球贫困地区的农民往往不这么做。 他们不是懒,而是他们忙于种植、灌溉,但却不愿投入时间去做这样一个能够显著提高收入的简单工作。 事实上,贫困人群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他们的不足。 例如,在美国,较穷的人群普遍更容易发胖,不太愿意让孩子受教育,不购买保险,不接种疫苗,不定期存款,甚至不进行投资。 那么,这些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吗? 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这些事很重要,但并不紧急。 他们的注意力只够集中在当务之急上。 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贷宽不足来解释,贫困人群或主动或被动导致的贷宽更窄。 他们的大部分贷宽都被日常琐事占据了,以至于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那些长期重要的事情。 他们不得不每天为了生活奔波,思考如何节省开支,商品是否有折扣,房租如何支付,以及如何处理第二天的任务。 简单来说,他们的心思被占满了,没有余裕去思考如何摆脱困境。 带宽不足也会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 比如,作者进行过一个实验,让一个实验组在不用考虑任何其他事情的情况下做题,而另一个实验组在做题前要先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关注自己所缺少的东西。 实验结果显示,不用考虑其他事情的那个组分数要高出许多,几乎是另一组的两倍。 这说明,带宽的不足直接影响我们的智力发挥水平。 在我们生活中,带宽支持着我们的诸多行为,我们利用带宽去解读他人的面部表情,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我们依靠他来阅读,思考。 如果带宽不足,我们就会陷入一种离散的迟钝状态。 试想一下,如果你正在和某人聊天,而这个人一边跟你说话,一边忙着上网,你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他跟你交流时显得心不在焉,你会怎么想? 可能你会觉得这人有点冷漠,不够正常,甚至是不够尊重人,这种感觉,你一定有过吧。 实际上,作者在跟很多经济困难的人交谈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发现这些人通常睡眠不足,自我控制能力较弱。 面对难题时,他们倾向于寻求短期的安慰,比如吸烟或喝酒,结果却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他们不按时服药,不储草,不储蓄,甚至不投资,其实都源自于他们对这些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 贫困人群真正缺少的不只是金钱,钱是客观原因,更深层次的主观因素是心智的贷款。 他们需要足够的关注力去规划长远的事情,去学习新技能,进行合理的理财规划。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摆脱贫困的困境。 从以上几点可以明了,穷困状态的形成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对于经济困难的人来说,由于缺钱,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金钱上,脑子里想的全是与钱相关的事情。 这样的状态让他们的心智负担过重。 易于冲动,失去自控,导致认知能力下降,进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如过度消费,最终陷入债务的无尽循环。 对于那些时间穷的人而言,由于感觉时间不够用,要关注的事情太多,同样会导致带宽不足,脑海中总是那些未完成的急事,使得他们总是在赶时间的状态中,更易做出错误决策,感觉时间更加不够用,形成另一种恶性循环。 简而言之,当我们过于关注某些事物时,往往会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从而造成恶性循环,越是追求,反而越是难以得到。 这就如同我们常说的,越是想要赚钱的时候,越是赚不到钱。 如果你转而关注于满足他人的需求,专注于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价值,尽力服务他人,反而更容易获得财富。 对于稀缺而言,就像人开心时会笑,生气时会发怒一样,一旦进入稀缺状态,便会引发一系列恶性循环。 那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状态呢? 作者提供了三条建议,就是节约带宽,留有余裕,设置提醒。 首先,节约带宽的方法是减少生活中需要做决策的琐事数量。 像扎克伯格每天穿同样款式的衣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样做,可以减少选择时的犹豫和纠结。 生活中的这种权衡式思维越少越好,至少不应该因为一点小钱而斤斤计较,也不因为了省那么一点钱而浪费大量时间,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缺少的东西。 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像是那些可以长期积累的事情,这是摆脱稀缺状态的关键。 第二个关键点是保持余裕。 即使经济紧张,也应该流出一部分钱来进行投资,可以是定期储蓄,也可以投资于学习,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认知水平。 尽量避免透支,不借高利贷。 实际上,不管多紧张,也不要提前用掉未来的时间,应该力求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记得未来还有更多事情等着做。 同时,不要把自己的日程排得太满,要定时休息和睡眠,保持持续的高效率。 必要时给自己留出一些空闲时间,这不是浪费,反而可以扩大我们的心智带宽。 就像前面提到的医院例子,牺牲休息时间换来的代价是巨大的。 第三个关键,则是设置提醒。 经济困难的人通常由于带宽过载而忽视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因此设置提醒就显得格外重要。 它可以帮助我们将重要的事情重新拉回到我们的注意力中。 比如健身,就要设置好提醒时间,如果计划储蓄,那就设置银行自动转账,这样可以不经意间让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好的,《稀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讲完了。 回顾一下本书的核心观点,稀缺是一种心态。 一旦陷入这种心态,就会掉入稀缺的陷阱,让我们只关注眼前的紧急事物而忽视了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它让我们没有余裕,生活和工作缺乏弹性。 此外,稀缺还会促使我们透支未来的资源,减少我们的心智带宽,从而增加我们做出错误决策的可能。 最终,我们就会陷入一个稀缺的恶性循环。 如果你想要逃离这个恶性循环,有三种方法,一是节约带宽,减少需要权衡的思维,二是保持一定的余裕,让自己的效率更高,三是设置提醒,让重要的事情得到及时的关注。 归根结底,稀缺是一种心态,贫困人群和富人之间深层次的区别在于对资源的利用以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 有时候,只需稍微改变一下心态,调整生活的节奏,就能像蝴蝶效应一样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我们的生活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 稀缺的资源其实并不可怕,这个世界并不缺乏资源,真正可怕的是那种稀缺的心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了,关于这本书,我摘录了几句本书的精彩文稿,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一,无论是有关工作还是娱乐,只要时间有限,我们都会尽量将其利用得淋漓尽致。 二,稀缺不仅仅会令我们入不敷出,不知如何分配资源,而且还会让我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手足无措。 三,稀缺让我们更加专注于目标,但也可能让我们失去平衡。 四,稀缺感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无意识的忙碌状态。 好了,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我们下期见。